HELLO 大家好,我是Youtuber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推薦一個新商品的 就是這個 登登登登 YOLO的首提示直播機 它真的可以堪稱是一個 要求高畫質的直播主們的一個救命生 先擔一個直播神器 怎麼說呢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秀給各位 大概了解它的功能一下 好,那首先呢 開機之後會來到這個畫面 進到這個畫面之後呢 當然直播我們會需要網路嘛 所以我們到設定裡面之後 打開網路之後 它會有三個選項 一個就是 如果你是在家裡用的話呢 你可以接上我們家裡的 有線網路 當然這個速度一定是最快的啦 那第二個 如果你是重度的直播使用者呢 你也可以為它準備一張SIM卡 那尤其現在 這邊 它可以插入SIM卡 尤其現在5G要開台了 如果你辦了5G開台之後 相信也可以以非常高速的方式來做一個直播 那第三個就是 比較一般性的 從我們的手機來分享你的Wi-Fi 給我們這台直播機來使用 把它連上Wi-Fi之後呢 目前是以連線 所以有三種方式 有線 4G或5G 然後就是Wi-Fi分享的方式 可以來連接到網路做一個直播的動作 那至於它可以連接什麼樣的機器呢 登登登 這些通通可以 包括過去我們手上拿的這個Handycam攝影機都可以 所以再麻煩各位看一下 這邊 有兩個HDMI的端子 就是像這個 專業的單眼攝影機 或是剛剛提到的攝影機 可以使用這個HDMI的方式 來做一個輸入 把這個高畫質的一個影像 透過我們這台直播神器 上傳到網路 給我們的網友們欣賞 再來這一個 這是一個USB的端子 要給什麼呢 像這個 GoPro 或者是DJI的這個 Osmo Action之類的運動攝影機 它是利用USB來傳輸它的訊號的 也可以透過USB 給我們這台直播神器 來上傳網路 然後 接下來的話就是 這邊 有一個HDMI-OUT 當然這台機器它本身已經搭載一個 7吋的一個大型的螢幕 自己看的話很方便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工作室 一個團隊 大家都要看這個畫面的話呢 它可以連接到大型的電視或螢幕 輸出 讓整個團隊大家都可以來做一個 觀看的一個動作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 3.5的 Audio In 它可以自己另外從其他的音源 可能從你的音響啊手機啊MP3 然後把聲音輸入進來 去做一個混音 然後 有In必有Out 所以這邊有一個 Audio Out 就是把你的整個合成過之後的聲音 透過耳機或者是音響輸出來 那你也可以做一個監聽的動作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還有一個SD卡 對它可以插SD卡 SD卡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把你 事先預錄好的影片 透過直播神器上傳 那第二個就是 當你在做直播的過程當中 可以 即時的 把你整個合成過的影片 要上傳的影片 一邊上傳一邊記錄下來 所以之後你也可以自己從你的SD卡 去檢視你所上傳的一個影片 最後還有一個小小的Type-7的 這個接頭 很簡單的 它就是要做充電 因為這台機器它可以插電使用 也可以帶外出 因為它內建裡電池 所以我們事先幫它充電 外出直播的時候 它也可以來做使用 最後要給大家看到一個 這一個 腳架的接孔 腳架的接孔要幹嘛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封面一樣 我再秀一次這個圖片給大家看 好 它就是 可以把我們的直播機 直接架在單眼相機 如果你的單眼相機 是有熱靴坐的話 混冷靴坐 透過一個轉接頭架上去 你在直播的時候 就可以更直覺式的 從你的相機 直播機 去觀看你整個的畫面流程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簡單看一下它如何做直播 第一 剛才連接到網路之後 我們現在做直播 來加一個直播的動作 然後給你這個直播取個名字 我們先隨便打個名字 完成 建立 好 最新的呢 就是這一個 好 進入之後 它會開始搜尋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訊號源 然後你要輸出到什麼地方去 好 讓它稍微掃描一下 我們現在沒有接上任何的機器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要求你 看看你有什麼東西 所以 你可以選擇 HDMI 1 2 然後USB 然後還有 預錄的影片 就是存在記憶卡裡面的 所以就是你可以從你的單眼 運動攝影機 拍攝的畫面 全部讓它進來 你可以做切割畫面 或者是選擇畫面 等等之類的 然後要上傳到哪裡呢 目前我們這台機器 它有預設 五個 比較常見 在台灣比較常見的一個直播平台 那當然 目前我們最所熟知的就是 YouTube跟 Facebook 那當然還有其他三個 不過Twitter目前還沒有開放 即將開放 所以它將會有五大平台 可以讓你做上傳的一個 選擇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直播 當然房間看到有很多就是 比較平價的機器 一對一 可能手機 輸出 或者甚至用手機上傳 都可以 就是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可是當你需要高畫質 特別是 你拍攝的一些場景 需要畫面比較細膩 讓你的 粉絲們看得比較清楚的話 單眼相機 專業攝影機 這些都是 不可或缺的一個器材 這時候一個 專業的直播機 就很重要了 特別是你要做切割畫面 不同機台的一個 畫面切換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上字幕上音樂的時候 一台好用的直播機 可以為你帶來更好的效果 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推薦的這個 YOLO的直播神器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